死亡似乎是痛苦的终结 但生成的实相却是 死亡是另一起生命的开端 世间上最宝贵的是生命 最残忍的行为是杀生 自杀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做的最大伤害 同时也将造成对家人和社会难以估计的损失 现在几乎所有先进国家 都把防范自杀当成重大的议题处理 自杀是一件对生命的一种蛮惋惜的事情 自杀事实上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 在自杀之前跟自杀的当课 那个当中的人 案例中的人 怀抱的是那种痛苦不安 那我们从佛法上面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点什么呢 就佛陀的讲法里面叫做 此因灭与亦因相续 就是此事的这样的一个色受想情是五因的状况 那在这一刻极灭改变之后 相续的下一世的所谓的色受想情是五因的现象 就是在同时同步当中升起 其实这就是生死轮回的奥秘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临终之前 充满的是一种痛苦 烦恼或者不安 愤恨 那他会怎么样呢 他事实上会影响他的未来是流落在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说所谓的六道轮回 在六道轮回当中的那种生命品质 曾有比丘身染重病苦不可忍 因此选择自杀 佛陀加以劝阻 并苛责自杀行为是愚痴非法的 从表象上看来 死亡似乎是痛苦的终结 但生存的实相却是 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开端 因此痛苦并没有真正终结 只是另一个开始而已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 许贺勇 台北采访报道